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ly,我活下去我是尼拉斯,今天本來就是FreeFly的體驗服,沒錯,FreeFly即將要改版啦,至於要什麼時候改版大家可以看一下台服的金幣轉彈,大概到什麼時候就知道了 然後再來就是模式的部分呢,我稍微看了一下,所以未來應該有傳聞啦,就未來可能會出這個殭屍圍城模式2.0 殭屍圍城2.0,如果觀眾沒有玩過殭屍圍城1.0,就是一代的時候,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它出的時間大概是2018年還是2019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它是一個有點像是,簡單來講就是加了殭屍的經典模式而已啦,對就是你打殭屍路邊會有一些小殭屍,然後他打人不是很痛,哇他為什麼跑不出來 他打人不是很痛,然後你落地之後什麼東西都沒有,你可以撿小槍或者是用空拳把他K死,然後把他K死之後殭屍就會掉槍,可能衝鋒槍、步槍之類,等於說簡單來講就是你要藉由打殭屍獲得武器,然後再去打其他的人 對,就只是有點像是你把經典模式不是要殺到最後一個人嗎?只是中間加了殭屍,你要獲得槍你必須殺殭屍,而不是去防子撿 等於說你獲得武器的方式,從防區撿武器,變成打殭屍,撿武器,就這樣,對就這樣 其實我覺得剛開始玩有點新鮮,可是後來玩後面就覺得還是玩經典模式比較好玩,殭屍圍城就還好 那我有看網路上的一些影片,殭屍圍城2.0的殭屍會比較強,比較帥一點 那我就不知道說是不是也是要打人,如果也是要打人,我就會覺得喔,就只是改個skin,改個外觀,殭屍外觀 然後增強強度就覺得有點無聊,我在這邊是建議官方可以出個殭屍感染模式 我知道有很多觀眾會說什麼伺服器撐不住,其實有很多方法解決,只是看官方要不要 簡單來講,怕玩家的抬槍,那個爆頭,太多的那個爆頭傷害嘛,然後會 數據沒辦法計算,或者是伺服器承受不住嘛,那最簡單就是出一把殭屍模式專屬的步槍 然後傷害給他調到最低,或者是很低,那你進去,每個玩家進去就只能拿那把槍 不會撿到其他殭,那就沒問題了,因為開房就已經可以設定說只能撿到手榴彈凝膠了嘛 那其實開一個模式,然後用原本的殭屍的這些外觀,然後去做一個新模式 然後地圖一樣擺木打,或者是卡拉里隨便,然後把它變成夜晚,這些模組原本就有了 然後你就只是在做一把新的槍,比如說M16,或者是可能你只能拿USP 然後可能傷害跟USP一樣,傷害就是很低嘛,那你在計算上就不會那麼的累,那麼的麻煩 或者是說你乾脆做一張很小的地圖,然後是有點像殭屍大逃殺的概念 就是人類要一直往前跑,一直逃跑,殭屍在後面追,然後你可能只能有小槍 那這樣子的傷害來講,對於伺服器的計算就還好啦,因為你可能一場10個人 然後11個人,然後有一個當殭屍10個人逃跑嘛,那只有USP 那你這樣USP只能用來擋殭屍,不能殺死殭屍,你目的地是逃跑,這也是不錯的啊 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官方不出這樣的模式,搞不好FreeFly會更多玩家加入啊 好,廢話不多說,那我們就直接來玩相識圍城了,那就Let's Go吧 然後我帶的技能是馬克希姆,然後安德魯跟那個...K 因為這個是測試服的帳號,沒有太多角色 然後我跳一下,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不想按到上面喔 就是我現在是用手機玩,Angel手機,這什麼東西啊? 我可以選...喔...看不太懂 但...呃...我選...這個好了 垂直下降 他可以選技能,等於說我原本帶的技能沒有什麼用嗎? 有人下去了嗎? 我看一下...跳傘下去會幹嘛 欸,我看到上面有殭屍耶,好多殭屍喔 各種顏色的,五載繽紛的 然後我看到旁邊有人,這個可不可以直接剪槍喔,好像沒有對不對 我有武士刀 呃... 我有雙... 好,那我先去打殭屍好了 打殭屍應該會有武器吧,我猜 聲音有點小聲 我錯了,聲音有點大聲 那我現在是用舊手機,我不是用... 常常在用的手機 所以其實... 我玩起來不太習慣 按鍵的位置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喔,他會有那個爆頭的傷害 唉唷 喔,他會有毒液耶 等一下 樓上好像還有一隻殭屍 兩隻吧,這個... 喔喔喔喔,他的血量其實跟一般人類差不多耶 有沒有衝攻槍啊,怎麼都是副槍啊 可以給我點衝攻槍嗎 我用手槍打好了 殭屍的... 欸,我覺得殭屍比較難踩一點 那他怎麼回事 他怎麼爆衝啊 他逃跑了 怎麼東西 他逃跑了 這怎麼回事 我看到前面有一個C羅 看到人了 帥喔,我還可以選技能是不是 這個好了 欸,他有UMP耶 這不是他的UMP 看一下有什麼 喔,東西還蠻多的喔 呃... 沒有...沒有太多我要的東西 剛剛聽到聲音了,旁邊有人 欸,等一下,殭屍來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地圖上會有一些紅點點 那個就是殭屍啊 殭屍啊 小的紅點點喔 大的紅點點才是敵人喔 然後...目前玩起來我就覺得 其實就跟... 以前的殭屍為什麼沒什麼兩樣 就差不多啊其實 根本沒有差吧 對啊,幾乎沒有差啊 消音器 我想再去找護甲升級箱 前面應該有 然後還有幾個敵人 香褲不用吃啊 握把 覺得配件有點少 因為他主要就是 要讓你去... 打殭屍 藉由打殭屍來獲得你的... 武器 或者是子彈 或者是裝備啊 然後以前的殭屍大概就是 像現在我打的這種那麼弱 他沒有那種就是剛剛什麼 一堆胖胖啊 有什麼東西的 就是... 很一般的 很弱的殭屍這樣 就讓你覺得... 欸... 我到底在玩什麼? 這什麼? 治療狙擊槍 這模式有治療狙擊槍要幹嘛 因為一直胖胖 先不要理他 我上去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啊 要縮圈了 好胖喔 他大概要死了沒 我還會躲捏 OK 看一下有沒有子彈 有什麼箱子彈 還有錢幣耶 我可以去買東西吃 感覺殭屍越來越多囉 這掛掉了嗎? 好像掛掉 唉唷 撞到 不好意思 撞到麥克風 欸他沒有掉東西耶 他死掉沒掉東西耶 WHY 把這隻... 又生了 我看一下 我可以生哪一個 生C羅嗎 還是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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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了 拿錯槍打了 衝鋒槍子彈太少了 不要一直拿衝鋒槍打 殭屍 好的我現在繞了超久 都一堆殭屍沒看到人 然後...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我該有的東西 想有的東西都有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無人偵察機有沒有人 看起來是沒有啦 沒有看到人 我們升一下那個技能好了 C羅已經升滿了嘛 那我們升... 呃... 我看到左邊有人 左邊這邊有一隻 看到了 我看一下我看到他 拿錯槍了 欸等一下 這邊殭屍有點多 好... 哦...MP40 水 等一下 怎麼又來一隻 殭屍會有點阻礙你的概念啊 欸...沒子彈嗎 我沒有那個破凝膠技能 我升一下 我看一下他升什麼 升這個好了 只能等他出來了 這個先不要用 他出來了 他想打我 但是他有點小炮 看一下...欸 欸 殭屍 喔 會有殭屍啊 會突然出現殭屍啊 剪... 剪弓弄會出現殭屍啊 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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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弓弄會出現殭屍啊 欸... 刪敲的話會出現殭屍啊 先拉個血 欸 錯誤...錯誤怎樣 欸... 剛剛是怎樣 怎麼突然出現一個錯誤啊 他上來了 射錯人 裸彈開始 掰掰 欸他撿空頭會出現殭屍欸 而且他不是 不是突然的蹦出來 他是瞬間的就突然 你的畫面一按 然後再出現殭屍 我很好奇 那個畫面突然一按 然後 在盾的就是 我看不到我的按鍵的情況下 別人可不可以攻擊我啊 如果可以攻擊我 那這個東西就有點誇張了 然後正常的輸出是什麼啊 兩萬一我才殺兩個人 這什麼回事 這是什麼神奇的東西 然後等級10等 好蠻奇特的一個模式嗎 呃好吧 就覺得殭屍好像沒什麼感覺 有啦會有點嚇到 覺得喔怎麼那麼多殭屍這樣子 可是 就 沒什麼啊 其實真的沒什麼欸 感覺起來沒什麼 就是沒有想像中 就是感覺好像 喔被殭屍追了 殭屍好可怕 沒有感覺就是 喔殭屍就是一個 可能我們是貓 殭屍是個老鼠 然後我們去抓老鼠 抓完老鼠我們可以拿到獎勵 就這樣 沒有感覺 以往就是看殭屍片啊 惡靈古堡有沒有 喔殭屍好可怕喔 我們要避免殭屍 或是想辦法把殭屍殺死 我們才可以活下來 可是我感覺就是 我們要盡可能的殺殭屍 我們才可以活下來 為什麼可以活下來 因為我們就可以殺其他的人 感覺滿奇特的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很期待殭屍感染模式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有一個人 真人的玩家當殭屍 而不是AI殭屍 當然如果是AI殭屍也可以 但是就要把殭屍做得強一點 然後可能有點像 闖關的概念 玩家一起去 去挑戰那個很高難度的殭屍 就像以前那個什麼 有一個殭屍模式啊 就是四個人一隊 然後四個玩家配一場 然後去打 很多的殭屍 清完之後最後也是BOSS 那個我就覺得還不錯 而且那時候官方還蠻不錯的 就是 他有出就是你打好幾場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這些獎勵 可以拿去換一套 專屬的衣服 殭屍模式的衣服 我覺得還不錯 那個 也可以穿到經典模式 或團隊突襲 我覺得這就很不錯 就是讓人會去想要去刷 雖然說你那個 模式玩久了會逆 但是會讓人想要 一直去刷 而不是可能像這個殭屍圍 可能我預計啦 我猜啦 我猜啦 到時候可能出在台服 然後可能就是大家 玩了一下 然後就不玩了 可能玩個一兩天 然後就 退流行 然後可能 你如果真的 有人喜歡玩這個模式的話 你去配 可能就會配很久 可能配十分鐘五分鐘 二十分鐘 配不到人 沒有人要玩 他還是玩經典模式 或團隊突襲 對吧我猜應該會是這樣子 對 因為這個模式就是 簡單來講 他跟經典模式 就差一點點而已 沒有差太多啊 對不會像經典模式 跟團隊突襲差很多嘛 地圖大小很多 然後 也可以用錢買槍 然後快節奏 經典模式是稍微慢節奏 但是 還蠻吃你的這個點位啊 或者是跳傘的位子啊 或者是你的反應 或者是你撿槍啊 運用每把槍嘛 因為槍 撿到的槍都隨機的嘛 對那就不一樣嘛 可是 你說經典模式跟殭屍圍 差在哪裡 我除了覺得說 多了殭屍之外 多了深等之外 其實 沒有太大差別 對 以前官方還出那個啊 絕命尬槍啊 對不對 也是跟經典模式團隊突襲不一樣啊 就模式整個不一樣 可是這個感覺就是 稍微改一點點 就這樣而已 我是真的 希望官方可以出殭屍感染啦 看怎麼樣出都可以 不要給 人類槍也可以 讓人類逃跑也可以 我就覺得 反而就比較像新模式 而不是只是把舊模式 改一點點東西 偽裝成新模式的感覺啦 那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大家 覺得殭屍圍城2.0 感覺好不好玩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歡玩也可以留言 不喜歡玩也可以留言 阿我的 剛剛講的看法是關於我個人 個人沒有到很喜歡這個模式 覺得還好這樣 希望可以改進這部分 如果可以改進我覺得會更好玩 對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加旁邊小鈴鐺開啟通知 然後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假日是早上九點有興趣 記得準時收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 呢 我哪有影片 請記得訂閱